五小姐嗆警五厅遭杂电 警方站岗也没用 还记得这位茶三小朋友的酒店妹吗 她的白目让酒店一天到晚被警察钉 结果前天这家酒店又出事 看到没 一群恶煞狠狠杂电 离谱的是 当时警方就站在门口会不会太嚣张 原来这家酒店的为事 因为态度不佳和客人起冲突 隔天凌晨酒客不爽回来报复 你看警察还不知道即将发生大事 店家退缩已经开除为事 希望息事宁人 但酒客哪肯罢休啊 一怒之下就愤人砸电 大摔桌椅 还拍下过程PO网挑战公权力 警方获报赶到只剩一群嚣张的小弟 喝醉的小弟们甚至还必要三字经 不过事后当场道歉 警方表示砸电署毁损案 店家不愿提告 警方也只能继续每天站岗加强凌检 动新闻台南报道